我记得以前我一想减肥 就有人来劝我不要减肥 理由是男人满胖一点有福气 还有的人引经据典说 你看中国文字当中 胖是月子旁 是身体的正常现象 而瘦是个病字头 是不健康的 还有人把日本的相普运动员搬出来 说你看他们有多胖 但是他们有多健壮 也有人说 我们家邻居老王一辈子都很瘦 但是一生都是病 这些话说他没道理吧 事实上好像也的确如此 说他有道理吧 他好像什么地方又不对 如果我能被他们说糊涂了 我们大家可能对这些话 也是半信半疑 那么到底是胖一点好 还是瘦点好 胖瘦和健康的关系到底在哪里 欢迎来到思维健康 健康是我们大家自己的事 我是杨医师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胖和瘦是什么意思 说白了 就是胖的人脂肪多 瘦的人脂肪少 但是脂肪分布在什么地方呢 却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在正常情况下 我们人体90%的脂肪 都是应该在我们的皮肤下面 也就是皮下脂肪 这么多脂肪都分布在皮下 那一定有它的用处 什么用处呢 它至少有五大功能 首先它帮助身体储存能量 另外它还是我们肌肉和骨头的一个保护垫 你摔跤了 它可以保护肌肉和骨头 它还帮助血液循环和神经传导到肌肉和皮肤上 它还能帮助调节体温 它还通过特殊的解体组织把皮肤和肌肉骨骼联系在一起 那么另外的10%的脂肪在哪里呢 它就在我们腹部肌肉里面牢牢保护着的腹腔里面 它包括包裹在内脏器官周围的脂肪 我们把它叫做内脏脂肪 它还包括一个像围裙一样挡在我们腹腔器官前面的一个大网膜上 在正常情况下男性的平均有5.4升的内脏脂肪 女性有3.08升的内脏脂肪 但是女性总体上会携带更多的脂肪 主要是在大腿上 普通女性的脂肪总量是37升 而男性是30升 皮下脂肪是我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 而内脏脂肪我们完全是不得而知 那么这个内脏脂肪如果多了会有什么问题呢 内脏脂肪它不仅是储存多余的能量 它还产生荷尔蒙和炎性物质 促进长期的炎症增加慢性疾病的风险 大家都知道慢性炎症是很多慢性疾病的风险因素 目前研究发现它至少会增加下面5种疾病的风险 首先是心脏病 长时间的炎症会导致动脉形成一个斑块 也就是胆骨层和血液里面其他物质相结合的产物 最终它会变成一个血栓 导致血流中断 心脏病就发作了 另外它还影响血压血糖和血脂的水平 也就是我们以前谈到过的代谢综合症 这样它们不仅有心脏病的风险 还有糖尿病的风险和高血压的风险 第三就是痴呆症 内脏脂肪多的人患痴呆症的风险是内脏脂肪正常人的三倍 第四就是哮喘病 内脏脂肪多的人 它哮喘病的风险比内脏脂肪正常的人要高37% 这跟他们的正常体重没有关系 第五是乳腺癌 研究发现女性在更年期以后 内脏脂肪就增多 她们的乳腺癌风险也增大 这个风险也跟他们的体重没有太大关系 也就是说你的体重可以是正常 如果你的内脏脂肪多的话 你的乳腺癌风险也会增加 最后是结肠癌和直肠癌 内脏脂肪多的人患这些大肠癌的风险 比正常人也要多三倍 所以脂肪不在多少 关键在它分布在什么地方 回过头来 我们说日本相譜运动员 他们虽然吃的热量很大 体重也很重 但是他们的脂肪主要是在皮下 而他们的内脏脂肪非常的少 所以我们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而我的病人江 可能就像我朋友隔壁邻居老王一样 他是一个电脑工程师 人瘦瘦细长的 才38岁 但是就有了代谢综合症 糖尿病 高血脂 高血压 他的生活方式不是那么健康 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在电脑前 经常叫外卖 也没有什么运动 但是他一直很幸运 因为他天生的就瘦 这跟遗传有关系 但是他的腹部和身体的其他部位 却不成比例 也就是说 他在内脏的脂肪比例很高 血液中这些不好的胆鲁唇也很多 这种现象其实并不少见 我们大家把它们细称为外面瘦里面胖 Thin outside Fat inside 叫偷肥 翻译过来应该叫偷肥 所以我们把它们叫做偷肥人 那么我们怎么样做 才能尽量的控制内脏脂肪呢 我们在后面的视频继续探讨 谢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在留言区发表您的体验和高见 端倪世界守护健康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